陪家每三代都会出一位神女 我出生那年 白鸟嘲讽 彩霞满天 所有人都以为我是天选之人 直到北魏大汉 我默默无闻 而树妹却成功其余 他们发现 树妹才是那位通灵神女 他们气愤被骗 费了我手指 将我赶出家门 最后 我站在凌云台 对着周围俯首的白鸟 笑出了眼泪 正文开始 我被赶出家门的那天 磅礴的大雨尚未退去 城中的百姓欢欣鼓舞 感激神女恩赐的负责 他们奔走相告 为神女证明 原来裴二小姐才是神女 当时白鸟嘲讽那天 出生的不止裴大小姐 还有树出的裴二小姐 什么嫡女庶女 二小姐是天选神女 哪能用嫡数来论 真是作孽 百姓尊崇爱戴了这么多年的裴大小姐 竟然是个冒牌货 就是 裴家不给个说法 我们绝不罢休 更有甚者 满上经的书生才子都 在给裴少华银饰作父 感慨她命运坎坷 被雨水冲刷过的手指 再次鲜血淋漓 母亲命人废了我双手 当着整个裴氏一族的面 裴氏神女 以秦英通灵 废了这双手 我将再无法抚琴 她看起来痛心疾首 阿张 并非娘不帮你 只是这次 你的罪过太大了 不罚你 我们裴家没法跟天下人交代 家旨扎行 痛到极致 祠堂之上 我的名字被祖谱划去 被赶出门前的那一刻 我听见她朗声宣布她 要认裴少华做嫡女 是呢 神女怎么可能为数 可是我呢 我又做错了什么 都说我罪大恶极 都说我欺骗百姓 我从刚出生 就被冠上神女的名号 我读四书 习六亿 丝毫不敢懈怠 唯恐辜负所有人的期望 可是 我做不到 我的琴声在优秀 也引不来鸟兽 我的记忆在高深 也无法骑来一场雨 到头来 只是别人口中的冒牌货 经过凌云台的时候 仍有百姓在台下跪拜 的确 这场雨 她们等了太久了 我曾三次登上凌云台 焚香抚琴 天上连击风斗舞 而裴少华只一次 却天气骤变 雷雨交加 游记得她站在高台上 白衣墨发 一身风华 金裴侍女为百姓其语 性不辱命 台下的百姓跪了一地 神女降临 国之大姓 国之大姓啊 我颤抖着流血的手指 拂过凌云台上的石砖 这是裴侍神女的凌云台 那是我的荣誉的开端 也是我讹梦的开始 有人认出了我 他们嘴里叫嚷着 这是那个假神女 快 打死她 让她冒充神女 就是她 害得真正的神女名中蒙尘 臭鸡蛋液混着菜叶 砸在我脸上 我踉枪地爬起 又再次摔倒 天命神女裴韶华 臭名招着裴行张 原来我什么都不是 呵呵 我是被石头村的孙婆婆 捡回家的 那晚倾盆的雨下了多久 我便走了多久 体力不知倒下的时候 雨还没有停下的意思 孙婆婆是瞎子 她说她孙子还没有媳妇 她把我捡回去 问我能不能配给她孙子 我笑容范良 说我要是不愿意呢 她沉默片刻 苍老的手递过来一碗粥 不愿意也没关系 那就当我孙女吧 我笑容淡下来 低了头 世间也不尽是恶意 两久 我接过那碗粥 这次笑得很真诚 我说我愿意 自打我答应了孙婆婆 她一直很开心 那是发自肺腑的 这样简单的快乐 我好像很久没见过了 她说她孙子身子不好 但是很孝顺 她说她一直想给孙子找个媳妇 担心她后半生没有着落 我在河边换衣 边听着她续道 路过的正婶子 递过来一框菜 我推死不过 只得收了 她开心的眼睛 眯成一条缝 哎呦你们不知道 自从天上落了雨 那真是好事一桩接一桩啊 孙婆婆接着话音 催了她一口 行了 谁不知道 你下大狱的儿子要回来了 正婶子脸上堆满了笑 可不是 最近天降甘霖 裴家那位神女又成了太子妃 皇上特地大赦天下 哎呦 真是感谢咱们神女娘娘 我这就给她供长生牌位 我沾水的指尖顿了顿 原来裴韶华选择了做太子妃 自古以来 裴家每三代后 都会出现一位天命神女 神女通灵 能以音律通万物 为百姓谋生 为苍生祈福 而每一代神女 要么终身不嫁 要么便是做皇后 裴韶华选择做太子妃 那么太子 只能是未来的皇帝 没几日 她说她出门卖字画的孙子回来了 我心绪无波 笑着回了身好 宋慈进门的那天 我多看了两眼 这样俊秀的青年 倒不似这香野书生 她张罗着不菜 十多碗筷 对我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未婚妻 像是没有任何意义 饭后 孙婆婆将我俩的手交握在一起 笑得合不拢嘴 等我在攒几日银前 就给你们办婚事 她从香笼里掏出一个玉镯 摸着上面的纹路 丫头 这是我的传家之物 等成亲那天 我就传给你 我点头硬了 夜半 我睡不着起来 看月亮 暗光下 宋慈利落地杀了个黑衣人 正嫌弃地擦拭手上沾染的血迹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看到这种场景了 我叹了口气 装看不见 转身就走 却被她喊住 阿张 我回头 月色落在她脸上 仍是平日里看到的温润柔和 好像刚才很励志人 不是她一样 我听奶奶这般唤你 没关系吧 我点头 公子 我对你的身份背景 没有半点兴趣 也无异于麻烦缠身的公子成婚 所以 你当没看见我吧 她侧着头打量我 语调平缓 我重伤之时 是孙婆婆救了我 她认错了人 以为我是她孙子 阿张呢 又是何身份 我闭了闭眼 一个无用之人 公子不必在意 孙婆婆终究是 没有等到我和宋慈成亲 她上山寻药草 被群狼咬死 我和宋慈赶到的时候 只剩残破的躯体 她的手里 还死死抓着那枚传家玉琢 宋慈的毛子沉得骇人 她手背的青筋 机遇爆裂 保护奶奶的人 都死了 我环视了一圈 横七竖八的尸体 点了点头 原来 这些是保护她的人 这座山从来没有野兽出没 婆婆是要女出身 虽然眼盲 可对药草 对这座山也在熟悉不过 她怎么可能会死 除非人为 我望着阴沉的天气 哑了嗓子 宋慈 去查 孙婆婆是被我背下山的 一把白骨 她轻得厉害 把她放在床上 岸上是她染血的玉镯 我在等宋慈 等她回来给奶奶下葬 天开始黑了 她还没回来 夜色降临 比宋慈先到的是灾难 是群狼袭击 枝亚的木门打开 入眼处 一片地狱狼籍 平日往来的村民 被撕烂扯碎 他们倒在地上 血腥满地 哀嚎遍野 野狼的嗣叫声 响彻在寂静的夜 凶狠狠野 瞳孔忧虑 他们像是中了药 大约与咬死孙婆婆的 是同一批 孩童的哭声响起 我握紧匕首 狠狠刺入 逼近孩童的胸狼 绿悠悠的瞳孔 转头钉向我 尖利的牙齿 几乎咬上我脖梗 我没死 正婶子救了我 她笨重的身子 压在狼背上朝我喊 张丫头 带着娃娃 快逃啊 很快 她被甩在地上 咬断了喉咙 我施了力气 眼睁睁看着 他们伸长舌头 再次靠近我 我闭上眼 无用之人 看来只能无用地死去 绝望之际 弯曲的手指 像是触到了什么 那是一片木叶 我凝视着那抹碧绿 心神恍惚 一股奇异的力量 自心头升起 渗透似之百骸 仿佛天地万物 与我浑然一体 我无意识地将它 递到嘴边 红唇清起 以夜为琴 以唇为音 哀怨的音律 遍布在乡野的上空 最近的一头狼 率先停止了攻击 紧接着 更多的狼 也停止了动作 急咒而肃杀 很快 安静的狼群 开始相互撕咬起来 我站起身子 血染的一群 弥漫着心气 黑发被夜风带起 脸上还样着 浅淡的笑意 我一步步逼近狼群 看着它们自相残杀 看着它们哀嚎着倒下 宋慈赶到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千疮百孔的我 和没留下一个 活口的狼群 他焦急地掰正我肩膀 看向我呆滞的脸 他说 阿张 醒醒 我动了动眼珠 安抚道 我很好 很清醒 我从来没有像此刻 这么清醒过 他凝着我的脸 一字一顿 这天底下 能用音律控制受累的 只有一个人 陪是神女 我弯了弯唇脚 无声笑了 陪是神女 呵呵 我伸出被施以扎行的双手 几乎笑出眼泪来 原来兜兜转转 仍是回到原点 所谓的天命神女 终归是我 被压制了十几年的神女灵脉 终于被唤醒 孙婆婆的坟头上 我燃了三炷香 我和宋慈一身大红喜福 给他磕了三个响头 风声间歇 我转头看宋慈 世人欺我 棒我 如我 笑我 亲我 见我 我当如何 他挑眉 忍他 让他 再过十年 你再看他 我冷然地笑 错了 适当以十倍报之 我对上他双眼 玩够了吧 七皇子 是时候该回去了 他汗手 丝毫不意外我的称呼 好 听陪大姑娘的 我翻出孙婆婆自制的药包 只剩最后一包了 我混着茶水 咽了下去 宋慈抬眼 你是说 是无影草压制住了你的神女灵脉 我点头 婆婆说 我血液里有厚重的无影草味道 这东西欲洗而入 愚人无害 既然无害 本来我也不欲理会 可婆婆说 她有去除的法子 她一腔心意 我并未拒绝 所以 才有了这些药包 我也是才知道不久 无影草能压制我的能力 宋慈宁眉 那你如何知晓 是陪少华夏的药 我冷笑 这东西 欲血而入 我从小到大 金尊玉贵 连皮都不曾破过 只有三岁那年 在陪少华的院子摔了跤 倒下的地方 正有这个无影草 宋慈不解 三岁 三岁的陪少华 竟然有这等心机 再说 她又如何知道 无影草能压制你的能力 我仰头 望向仍不见阳光的天空 是啊 我也很想知道 想知道 她为何知道 你我藏身在此 想知道她和太子 为何会对毫无威胁的你下手 不惜用杀全村人作为代价 想知道 她为何不是神女 却能求语 想知道 她为何天生聪慧 对许多事像是未卜先知 仿佛她 早就对一切了如指掌 不过 这不重要了 我会将她们所拥有的一切 一一粉碎 不是夺回 是粉碎 陪家 我不要了 陪是神女的名头 我也不想要了 我不是天下苍生的陪是女 我是只为自己而活的陪行章 赶到上京那天 我已经很累了 宋慈戳了戳打盹的我 醒醒阿章 用膳了 我接过面碗 慢慢吃起来 一个臭名远扬的假神女 一个落魄偷生的真皇子 连个正经酒楼都不敢去 只得在小面摊上落脚 路上的行人在议论神女 喜行于色 宋慈饶有兴致地支着下巴 听到了吗阿章 裴韶华要在太后大寿当日 焚香抚琴 召唤七彩祥云 凤凰神鸟 祈福太后日月同寿 所以阿章 那日是否真的有七彩祥云 凤凰神鸟 我咽下最后一口面 敬了口 声音淡淡 有 我感知得到 神鸟在逐渐靠近 他领神 那假神女怎么会知道 他知道又怎样呢 我勾了勾唇 既然他这么笃定的话 那我就送他一份大礼 他似乎小看了神女的力量 有时候注定的事情 也未必注定 我和宋慈进宫那日 所有人都惊住了 没人想到 失踪多年的七皇子还能回来 还带回了生命狼藉的裴大姑娘 这是我民间娶的妻子 若父皇还认我的话 那他就是七皇子妃 宋慈是这么介绍我的 他是皇帝心爱之人 当年秦妃生完七皇子就去了 皇帝便怨上了七皇子 把人扔到宫外去 没想到 下人没看住 他失踪了 皇上望着这张 与心爱之人相似的脸 终是哽咽了 我成了名正言顺的七皇子妃 那天 我见到了久违的母亲 他冰冷着面孔 你早已不是裴家人 回来做什么 我警告你 莫要打韶华的主意 我扯扯嘴角 内心竟然没有丝毫波动 曾经那样疼爱宠溺我的母亲 终究不复存在 他需要的 始终是一个能给他带来荣耀的陪侍神女 而不是他的女儿 我没说话 转身离开 擦肩经过的是裴少华 他一身飞色青纱长裙 高贵青华 在不复往日的肃静暗淡 他每眼细致 柔身换着母亲 相风漫过 以至于连眼尾都不曾扫我一眼 也是 在他眼里 只怕我早就不值一提 我无声摇头 不再停留 太后寿臣 转眼而至 日光恰到好处 连风都带着温柔 这的确是个极好的天气 一番庆贺之后 众人齐聚凌云寺 重头戏开始了 裴少华长裙微移 登上凌云台 被隔在外围的百姓开始骚动 激动万分 放声高呼 神女 神女 裴少华唇边含笑 微微抬手 声音戛然止住 他满意地点头 净手焚香 百绿无琴 争得一声 琴声起 逐渐蔓延开来 我立在角落 斜身已住 嘴角擒着淡淡的笑意 平心而论 裴少华琴弹得是不错的 虽然比不得我 琴音婉转 天上白云渐散 逐渐透出 急缕彩色的光线来 不止百姓 连王公贵族们 也开始仰头望天 很快 光线将云彩分成彩色的绸缎 而远方 雀鸟逐渐靠近 隐约间 有凤鸣的声音 太后握紧了婢女的手 双眸放光 我滴滴一笑 随手折下身侧一片柳叶 无人注意的角落里 曲声剑起 音调不显 曲风却是斜四射人 也就是一瞬间的功夫 阳光暗淡下来 天狗十月般 彩云逐渐被乌鸦鸦的黑云取代 阴风阵阵 开始肆虐在凌云寺的上手 裴少华浑然不觉 沉浸在自我的光滑里 百姓们最先注意到异样 有人一吹了一声 却没敢再出声 黄沙卷起落叶 甚至连狱前的点心 都被风沙带翻 有人不知所措地大喊一声 这是怎么回事 裴少华的长发拍打过脸颊 他终于脸了笑指了琴音 静意不定地抬起头 可惜 这只是个开始 很快 大片的乌鸦从西北方飞来 黑鸭鸭的一片 紧跟着 马蜂 蜘蛛变入众人的视野 为首的太后率先坐了起来 脸色阴沉得厉害 他指向裴少华 怒得只将护甲都在发颤 裴侍女 你什么意思 他寿陈当日 竟引来的是乌鸦独虫 天下百姓该怎么看待他这个太后 裴少华面色发白 在阴风席卷的凌云台 惊恐地瞪大双眼 抖着嘴唇 不是 不是这样的 他想说 本来该引来的 不是这些东西 他想说 他的凤凰神鸟呢 我手抚过柳叶一角 音调渐转低沉 在凌云台站久了 他只怕忘了 他原本是什么也召唤不出来的 不管是神鸟凤凰 或是独虫凶兽 啊 惨叫升起 只见太后捂着血淋淋的手臂 双目几乎要喷出火来 裴少华 你好大的胆子 不知何时 地底下窜出些老鼠来 甚至 臭虫 毒蛇 而太后的手臂不远处 正是满嘴血吐着信子的毒蛇 百姓也开始四下逃窜 哪里还顾得上陵云台上的神女 皇帝震怒地 挥开衣袖上的臭虫 拍案而起 裴是女 正命你 让这一切停下 裴少华惊慌失措地回过身 差点半倒在地 他哆嗦着手指 继续抚琴 手法杂乱无章 曲不成曲 调不成调 这一切 没有半分改变 反而 黑漆漆的乌鸦 开始向他靠近 在他头顶盘旋 沙沙的嘶叫声 撕扯着他的耳膜 他终于再也支撑不住 丢下琴 捂着耳朵尖叫着 跑下陵云台 可是他们并没有放过他 反成围攻之势 像是要将他咬下一块血肉来 直到他面上渗出血 竟是被灼瞎了一只眼 他吓晕过去了 我把玩着绿叶 声音淡淡 宋慈汉手 不止他 太后 还有许多公妃 都晕过去了 我耸了耸肩 事已明白了 殷曲再起 鸟兽退散 这场兵荒马乱 终于在暗无天日的阴风里 收了尾 我转身迂回 被宋慈按住肩膀 聪裕的树木阴影下 他看不出喜怒 为何针对太后 我挑眉 你不喜欢吗 他拧了我片刻 终是一笑 多谢 我知道 他母妃的死 与太后脱不了干系 我感谢他 给了我这个无家可归之人 一个能名正言顺 站在这座皇宫的身份 所以 投桃报礼而已 要把一个人送进地狱 首先要从 把他拉下神坛开始 太后受臣 让裴绍华声名大跌 那些尊崇信奉 他的才子书生们 也开始三间其口 默默烧了 曾经引以为豪的诗句 也有些不在现场 不敢相信的 神女也是人 他只是犯了一个错而已 你们为什么不能原谅他 有人反驳 这真的是犯错吗 还是说他 根本就召唤 不出来凤凰神鸟 又或者 他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神女呢 怎么可能 他不是神女 谁是神女 难道是被赶出家门的 那位裴大姑娘吗 哈哈 人群发出一阵哄笑声 反驳的书生 仗红了脸 谁不知道 裴行张被毁了手 连秦都抚不了 只怕这辈子都无缘凌云台 再见到裴绍华 是在太后寝宫的片殿里 太后中了蛇毒 至今未醒 她被逼着在这里 给太后祈福 曾经一曲难求的裴氏神女 拨弄琴弦的手指弹到红肿 她瞎了的一只眼 脸上蒙着黑布 我还注意到 她左脸上 鲜红的巴掌印 想到出门遇到的裴大夫人 我心下了然 她终于正眼看我 她面目猙獰 显得可怖 裴行张 是不是你做的 我侧头冷淡 你觉得呢 我以为她会确认 谁知她竟迷茫地抬头 不可能的 书里明明说过 女主感知到凤凰神鸟 这才为太后祈福的 那天明明有凤凰神鸟的 突然抓住我手 指甲狠狠滑了上去 我双手不变 意识不察 竟被她滑出血来 她嗅了嗅 猛地抬头瞪我 你体内的无影草呢 你竟然敢把她取出来了 我眯了眯一眼 果然是你 她又像是疑惑地自言自语 不对呀 女主明明只有 感知万物的能力 根本不可能会控制兽类生灵 书里明明说过 只有初代神女 才能呼风唤雨 掌控鸟兽禽虫 就算你恢复了能力 你也不可能做到这些 不可能的 这只是个意外 她脸色苍白的喃喃自语 而我听得脸色发沉 猛地将人踹倒在地 书里是什么书 听她的意思 我们本来是书本里的人物 她回过神看我 眉梢上扬 神情里带着居高临下的怜悯 勾出一抹轻蔑的笑意来 可怜的纸片人 你们不过是为故事而活的人物而已 你们的人生 由别人书写 以后也将由我来改写 我踩在她背上的力量加重 又狠狠将人踢飞出去 温暖的偏电里 我嗓音发冷 既然如此 我会让你知道 纸片人的命运 到底由谁书写 我要在登陵云台 我要做回神女 毁了裴韶华 她这个人自视甚高 如今她虽落魄 可按照她对她所说的书的了解 势必会借助神女身份东山再起 只有毁了她所有的义仗 才能彻底摧毁她 我还没想好如何做 却等来了通州爆发了蝗灾 七皇子病危的消息 七皇子被太子建议通州平乱 至今未归 裴韶华笑的圣人 她本来早该死了 她跪坐在偏殿 老神在在 仿佛笃定自己早晚会被放出去 蝗灾爆发 正需要神理祈福 安抚民心 所以 她等着他们来求她 就算她犯了错 也不会有比她更适合 祈福的神女了 况且 她来自先进的时代 知道许多治理蝗灾的办法 我没理会她的冷嘲热讽 命人背了车 前往通州 宋慈 她不能死 越是前往通州 越是蝗虫肆虐 目光所及 寸草不生 路上多的是饿着肚子逃窜的百姓 以及明目张胆的蝗虫 我抬脚碾碎一只 面无表情 宋慈的确病得不轻 她靠在床头 脸色苍白 冲着我笑 这儿蝗灾 你来做什么 我替她把脉 跟着孙婆婆许久 多少学了些衣礼 见我面色凝重 她抽回手 故作轻松 这么紧张做什么 不过是被刺客伤了心肺 又被这些虫子逼得头疼 眼下你来了 阿张 可否其余 蝗虫多爆发于干旱 通州一带 极少落雨 上次落雨 还是在裴少华陵云台 起雨那日 我摇了摇头 起雨须天时地利 这一带 只怕难以成功 想起什么 我看向她 你可用了火 蝗虫怕火 可焚烧之 怕汗手 不过他们也不是傻子 逃得快 难以除尽 若是有办法 将他们聚在一起便好了 思索片刻 我灿然一笑 我有法子 通州开始坟墓点火 空旷的土地 烈火炎炎 在烧死了一批蝗虫之后 再无进展 我立在不远处 木叶极纯 悠扬的曲调响起 飘荡在空中 原本在火焰外围的蝗虫 仿佛不受控制一般 被迫进入火堆 燃烧殆尽 没多久 更多大片的蝗虫 被迫飞来 卷入火苗 帐篷里 宋慈站了出来 他身边的侍从激动不已 含着热泪 太好了 大家有救了 逐渐飞过来的 除了密密麻麻的蝗 蝗虫 还有闻风赶来的百姓 他们瞪大了双眼 望向这从未见过的场景 毁了他们庄稼的 他们头疼至极的蝗虫 飞蛾扑火一般 走向灭亡 为首的老人突然双腿发软 跪在了地上 嘴里念叨着 神女 这是神女 其他人不解 不是老爷子 听说神女犯了错 被关在皇宫呢 老爷子颤抖着手指伸向我 声音都带着激动 不是的 神女在这里 这才是神女 老祖宗的手闸记载过 陪是神女能用音律操控生灵 宫里那个 怎样我不知道 可是她能引蝗虫扑火 她才是真正的神女啊 神女她 来救我们了 这些人都是在 普世不过的百姓 哪里知道宫里那些龌龊 他们相信眼见为实 无数的百姓跪了下来 他们双目放光 尊崇兴奋 她在地上不住的磕头 神女娘娘万岁 天佑通舟 天佑百姓啊 我捏着木叶的手指发紧 曲调却是沉稳 这熟悉的仰慕爱戴 我已许久未见了 他们或许曾无知 可他们也最是真实 一如石头村里 那些朴实的百姓 他们或许会为了 一碗水而吵闹 却也能豁出性命就一个人 直到过了一天一夜 我才歇了阴 嘴唇都开始翻干 宋慈适时地递来一杯水 润润嗓子吧 我带来的药草派上了用场 她身子好了许多 她宁着我 淡淡地欢喜 阿张 你来寻我助我 我很开心 我别过头 淡淡地恩了一声 我明白她的意思 只可惜我无法回应 通舟仪式到底传到了上京 皇帝下旨 命七皇子七皇子妃回宫 立即出发 我不急 怎么这么急 她失笑 宫里那位假神女出事了 进了宫我才知道 裴韶华到底做了什么蠢事 蝗灾爆发 甚至波及了上京 她竟在凌云台上大放厥词 让百姓捉蝗虫烤来吃 说是既美味冲击 又能震慑蝗虫 结果 许多百姓吃坏了肚子 中毒不行 尤其是在裴韶华出事后 仍将她奉若神明的书生菜子 吃得更多 自然也最严重 凌云台上丢满了烂菜叶 百姓们怨声载道 什么神女 又是招乌鸦 又是蝗虫的 如今连老百姓都要被害死了 这神女要来何用 不是神女没用 这位裴二小姐 只怕不是真正的神女 我也听说了 只怕通舟那位 用鹰绿引蝗虫扑火的姑娘 才是真神女 通舟那位姑娘是谁 提起的书生默了片刻 翻开口 是被废了双手 赶出家门的裴大姑娘 裴行章 所有人都沉默了 那个曾被他们丢过臭鸡蛋 甚至恨不得去踩两脚的裴行章啊 所以是他们自己 把真正的神女给赶走了 是他们自己 自作自受 有汉子咬了牙 你狠心 我不管 我要去求裴大姑娘 我去父亲请罪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认错了神女 我去请神女降罪 求她救救我的夫人 其他人也红了眼 我也去求神女 求她原谅 救救我的孩子 皇帝与我说这些的时候 愁的头发都白了 她哑着嗓子 裴行章 世人对不住你 却要求你就是人 正替天下百姓 向你道歉 裴大夫人 我的母亲期盼得扯着我衣袖 阿章 你是裴氏神女 你救救她们 这是你神女的责任 裴氏神女 勇爱世人 这是裴氏女的荣耀 也是他们的枷锁 我抬了眼皮 安静地看她 夫人忘了 我早已不是裴氏女 又谈何神女 更何况 我这双手早已辅不了秦 秦音通灵 只有秦升 才能让祈福事半功倍 而我的夜曲 只会大打折扣 她愣住 哆嗦着唇 说不出话来 帝王叹了口气 你母亲错了 这不是你的责任 这是你的仁慈 神女 正不为难你 御花园里 我碰到疯癫的裴韶华 她被人压制 早已没了神女的尊崇 和太子妃的高贵 她死死地盯着我 毒蛇一样地恨 你竟然能用音律 驾驭生灵 你竟然能 书里的你 明明不是这样的 你嫁给了太子 做了皇后 明明那个爱情故事里 你是历代神女能力 最弱的一个 你有感知之能 我知道故事的走向 明明我能取代你的 明明你们这些纸片人 在我眼里不过是蝼蚁 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她尝试正来禁锢扑向我 却被死死拦住 她没理会她的发疯 转身离去 她不知道 无影草能隐藏神女灵脉 也能使凤凰涅槃 说来 我还要谢谢她 柳树下 我蒙着面纱 哭作了许久 来往的行人或嬉笑 或伤神 或行色匆匆 一个小伙子递过来一枝桃花 脸上堆着笑 姑娘 这花送给你 我望着她 您没思索 这面相好生眼熟 她自顾自念叨着 我姓郑 老家石头村的 之前因为意外伤人下过狱 本来想回家找老娘 结果她被狼咬死了 我这无依无靠的 就又回了赏情 我捏着桃枝 心头发紧 这是 郑婶子的儿子 仿佛广阔的天地 在我面前豁然开朗 我心中 有了决断 蝗虫灾害 百姓接据 裴韶华的说法传到外面 无数百姓跟风吃了蝗虫 蝗虫之毒 常人难解 太医院 天下神医齐聚 也不能看出一二 我叹了口气 这么大面积 这么多数量 只怕以非人力 所能解决之事 除非 动用神力 想了想 我翻出尘封许久的福西琴 我要召唤 凤凰神鸟 宋慈制止了我 你的手用了奶奶的药 再养上一年就能恢复 现在动琴 就好不了了 我仰头看她 我心意已决 像是察觉到我的坚决 她不再说话 默默抽回盖在琴上的手 神女要在三日后 召唤凤凰神鸟 祈福救人的消息 很快传遍天下 人们奔走相告 凌云台下 早早聚集了外地赶来的病人 他们会着昏睡 或疼痛抽搐 只求神女恩泽 三日后 天不亮 整个凌云寺 便被人填满 有人迟疑 这次不会又是什么毒虫老鼠吧 应该不会 这次是真神女 陪大姑娘 我一身素衣 抱琴而来 在万众瞩目中 登上凌云台 我能召唤神鸟 却不知能不能救他们 只能尽力一事 也有可能失败 再次遗臭万年 净手 焚香 手指触及琴弦的刹那 心下一阵强烈的波动 我已经许久未抚琴了 我弹的是苍生无泪 取声哀伤 闻者落泪 这首曲子 讲的是星 百姓苦 亡 百姓苦 谈的是琉璃失所 谈的是众生皆苦 怨上神怜悯 拯救世人 凌云台下一片沉寂 止于呼痛声 以及落泪声 霞光突破白云 有彩色的光线透过来 不等彩云漫天 便传来凤凰鸟的声声鸣叫 动听悦耳 给陷入悲伤的人群 带来新的希望 金色的羽毛 逐渐浮现在凌云台上空之时 所有人都跪了下来 这是金凤 他们低头跪拜 激动的身子发颤 这是凤凰神鸟啊 多少人从未见过的吉兆 我的手指开始发疼 朝着凤凰鸟微微一笑 换了曲调 这次欢喜高亢 闻者欣喜 隐隐听见一声叹息 疼的话可以谈慢些 琴声一致 看向台下 没有什么异常 傅又抬头看向神鸟 它也在看着我 是我的声音 你记忆涅槃 自然可以与我对话 陪侍女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这个世界被一时之人 搅得一团乱 你想救人 是也不是 我情音不止 点了点头 这是神力 你这个神女 自然也要付出代价 你可愿意 什么代价 十年寿命 神女自古以来都是短命 去掉十年寿命 那所生不多了 我没做思索 点了点头 我愿意 她抖了抖翅膀 飞至凌云台 与我对视的片刻 终是叹息一声 这本是那些百姓的劫难 你愿意化解 我成全你 紧跟着一声长鸣思笑 翱翔而去 我指了琴 视线落在她离去的天空 久久不语 直到台下冲天的呼唤声 震醒了我 夫人 你醒了 哦 真是太好了 丫头你不疼了吗 真的好了吗 天哪 感谢凤凰神鸟 感谢神女 她们搂着失而复得的亲人 喜极而泣 再次跪拜于我 这次是真心实意 神女娘娘长命百岁 我无声地笑了笑 我与这天下 两清 台下 裴大夫人拦住了我 她脸色很差 阿张 跟娘回家好不好 我摇了摇头 她退了一步 自嘲地笑 我知道你怨我 可是我能怎么办呢 明明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错 我沉默 的确 当所有人都错了 那他们就不算错 错的只能是我 我终究没有 再踏进裴府一步 而于裴侍而言 没有神女的裴侍一族 什么都不是 次日 裴韶华被刺死 没多久 太子起兵谋反 她的太子妃罪过身重 她娶了嫁神女 自然也不能再做皇帝 她选择了孤注一掷 可惜 被七皇子发现 当场绞杀 一时间 立七皇子 为新太子的声音 传遍朝野 离开京城的那天 宋慈来送我 她黑眸幽深 你想好了 真要走 我点点头 谢谢你与我假成婚 如今一切结束 我只想做回自己 她伸出手 将我拢入怀中 抱得很紧 我没有动 任她抱着 两久 她才松开 语调哽咽 阿张 我知道的 你是个很好的人 从来都很好很好 我笑着推开她 宋慈 山高水长 有缘再见 背上包袱和行囊 从今以后 我只做属于自己的陪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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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做属于自己的陪行章